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既然语言交互 即可随时随地进行分析决策 某消费品企业的财务高管张总唤醒了YangGPT 想要了解截至今年7月的盈利相关情况 YangGPT在了解了用户的分析需求后 生成了利润总额 同比增长率 做出了低于年初3.65%增长目标的洞察分析 同时YangGPT绘制了月度累计利润 和同比增长率的柱状折线混合图 可以看到每个月累计利润虽有所增长 但是同比增长率却在逐月下降 此时张总输入了看一下详细数据 YangGPT则给出了更为详细的经营分析数据 包括盈利总额 产量 销量 预算执行情况 各类产品利润情况等等实时信息 再来看看下属某分公司的经营情况 张总输入了切换到华北分公司 此时页面数据刷新成为华北分公司的数据 公司的盈利情况不及年初预期 需要进一步了解其原因 YangGPT经过归因分析推理出 华北分公司盈利增长乏力和休闲食品销量下滑 导致了公司整体盈利不佳 根据YangGPT给出的操作提示 即可进一步查看华北分公司的利润报表数据 并自动对利润相关指标进行预计 在了解盈利不及预期的原因后 下个月的利润相关情况如何呢 YangGPT可以基于产销计划数据 预测下个月的利润为2.82亿 同时自动总结推理出测算后的总体利润 同比增长率以及年初目标的对比情况 通过前面的测算 结果显示下个月的利润总额仍与年初有较大差距 此时张总输入了新的营销策略 我人类制品销量仪表盘由4.8万箱旋转到5.3万箱 利润结果也随之更新 此轮预测结果为2.97亿 有所改善 但仍低于年初3.65的增长目标 为了使利润符合预期 张总决定调整销量管理费用营销费用等多个测算因子 央GPT基于新的测算条件再次进行分析测算并生产测算数据 目前利润符合预期 此时张总想要将预测结果更新到预算中 央GPT则将预算后的经营数据同步到最新的预算中 用意指导下个月的产销排程 明确集团内部的经营分析预测后 张总想进一步了解行业对标情况 央GPT基于消费品行业数据推理生成行业相关分析 如行业的利润收入规模等 可以看到集团在行业内的各类指标的具体排名和占比水平 实时整控经营情况 快速洞察问题所在 有效预见应对变化 精准预测企业效益 拥有企业服务大模型央GPT 将助力企业快速实现经营目标 把握行业制胜关键点